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道理题目是该隐的恶行 因为起初 不听话 所以呢 接下来 那一代的子女 就从亚当夏娃那边得到了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 就是让罪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了 她的子孙们就像他们一样算是有罪了 因为罪跟着祖先们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现在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看创世记 创世记 创世记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 因为这段经节说的是该隐的行为 我们一起来读 创世记四章一节到十五节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 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而且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 亚伯是牧羊的 该隐是种地的 有一日该隐拿弟弟的出产为供物献住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身的 看羊的纸油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为什么发怒呢 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 喜不谋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属在门前 他必念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而且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 二人正在田间 该隐起来打他兄弟 亚伯把他杀了 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兄弟亚伯在那里 他说我不知道 我岂是看所有兄弟的吗 十节耶和华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 你兄弟的血 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十一节 你开了口 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 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十二节 你种地 地不再给你效力 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该隐对耶和华说 我的心法太重 为你脱锁当的 十四节 你如今感触我离开这地 已知不见里面 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凡你见我的 你杀我 十五节 耶和华对他说 凡才该隐得比早保七备 耶和华就给该隐一个记号 免得人遇见他 就杀他 我必须略上 我给你鸣子 但我必须在地上 我必须在地上 我必须在地上 我可以在地上 我必须在地上 我必须在地上 你许多的 我必须在地上 我必须在地上 這是朋友而言 兩人同意就來和的祖父親 都要和祖父親 天,祖父親 打水 都要去父親 祖母親 祖父母親,祖父親 祖父親 生也就來安排 祖父親 我會學習 祖父親 Präsident 那我們要以前 祖父母親 而在祖父親 祖父親 就是我可以供出的主意把手伸的部分 你可不用說我可以重新落太多 我可以提供到你的手伸 我要提供的手伸的部分 我可以去拿下你的手伸的部分 你很想要招待我 在这里我们看到该隐,她是亚,她是夏娃的孩子 是亚当跟夏娃的下一代 夏娃与亚当同情,他们就生了两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叫该隐 她的弟弟叫亚伯 两个弟兄 他们的职业是不一样的 哥哥是种田的,是看果园的 这两个弟弟呢,是牧养动物的 这两个兄弟从他们所得的物产当中呢,拿了礼物来献给神 他们两个人的供物 一个得神怨纳 那是亚伯的供物 该隐所献的,神并不怨纳 就因为这样,该隐不高兴并且大大的发怒 他的心就想要犯罪 寻找打死他兄弟的方法 后来他真的就把他的弟弟给杀死了 他杀了之后,他认为神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他向神撒谎 然而神有听到他儿,他弟弟的血的声音 神有可怨他犯罪,他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撒谎 因此,神给他的困,神给他的这个刑罚 很重,因为他杀了他的弟兄 所以呢,地就受到咒诅 那然而,因为他离开神太远 他到这个地上来 他生活变得很困苦 因为他所作所为的缘故 有一点我要来讲 关于这个祭物 要是甘心乐意的 我们再回来看第五节跟第七节 第七节 四章五节到七节 我出国家和他妈说的 之后,这就有一个 Mog libro 姐妹的这一节 我们也是让他们通过 我来说之后,对我们来说的 我来说我们来说呢 我们来说我们来说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我们来说的 这个经节呢,的意思就是说 神愿意我们行善,行得好 如果我们有好的行为 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事情 我们看到这里该引他不听神的话 所以神让他的脸要高兴 让他不要有罪进到他心里面来 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所以就大大的进到我们里面来 让我们随着他而行 因此这里圣经说,如果你行得好 你就会快乐 你就会快乐回来 相反的 如果您行得不好 罪就扶在门前 他扶在该引的门前 并且将他推到犯罪的地步 但是我们应该要制服他 因为我们有权柄可以制服他 我们可以行善 我们可以行善 可以做得好 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心里做一些好的事情 我们说的都是好的话 就是跟一直在命令我们这个罪来唱反调 我们要拒绝罪 对于该引导 对于该引 他随着罪的引导 他让罪进到他的心里 让罪来利用他犯更大的罪 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来翻个经节 我们看 撒末尔记上 撒末尔记上十二章二十二节 撒末尔记上十二章二十二节 我们翻到了这个经节一起来读 撒末尔记上十二章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连臂尔记上十二节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五十二节 我们来看第二 他发怒 当他向神献了祭之后 他生气了 他会生气是因为被罪利用 罪指令我们去犯任何的一些罪 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四章来看 创世纪四章 在第五节这里说他发怒 他向神献祭 为什么他需要发怒呢 因为神看不中他的贡物 他向神献祭因为他的心不圣洁 所以神不看中他的祭物 所以他非常的生气 这个罪就越发的变大 他没有服侍神 他随着他的罪 他认凭罪 他发怒 他寻找方式来杀死他的弟弟 之后呢 他确实是杀了他的弟弟 他杀了弟弟之后 对自己所做的这个行为 并没有任何的意思害怕 因为他不敬畏神 他并不听神的命令 当神有话对他说 让他要有好的脸色 让他要做好的事情 第三点 他不敬畏神 之后呢 他又杀了他的弟弟 因为他的心 因为他的心嫉妒 嫉妒也是一种罪 不管一点点嫉妒 或是大大的嫉妒 只要是嫉妒都是罪 他有嫉妒的心之后 他就把他醒出来 行出来之后 所行的就是罪 心里想着 不会说就留在心里 而且呢 而是把他给醒出来了 该隐他就这样杀了他的弟弟 第八节 第四章八节 两人正在天间 该引起来打死他兄弟亚伯 把他杀了 他没有思考 他直接就把他杀死了 因为他的心本来就像杀 因为他的心本来就像杀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一样 我们翻到了一起来 为什么他杀他的弟弟呢 因为他所行的都是恶的 他弟弟的行为是善的 所以他嫉妒说 弟弟做得好他做得不好 神看重那一个做好事情的人 他知道神不怨纳恶人 但是他依然随着罪去做坏事 他让罪来管理他 他杀了他的弟弟之后 他一点都不敬畏 第五点 他在神面前犯罪 但是他不向神承认他罪行 当他杀了弟弟之后 神来询问他 我们再回来看创世纪第四章 我们回来看十一节 第九节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他这里呢 向神回答 他说他没有做 他是推迟说他没有做 他的回答是说我不知道 他跟他弟弟在一起 他杀了他的兄弟 他的回答确实这样子的 他不承认自己的行为 这是他的 他不承认他杀了人 他杀谎 他向神来杀谎 我们看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 约翰福音八章 八章四十四节 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死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说谎之父就是那些做坏事的父亲 魔鬼 魔鬼起初就是这样子的 他有罪 他让我们随着罪来做错 在这个世界上有罪 从亚当夏娃的时代就有了 他们不听神的吩咐 摘了三个果树上的果子来吃 所以就进来一直到现在 神所创造的一代一代 他就这样子连续下来 就像亚当夏娃的时代 夏娃的孩子们 就像该隐一样他犯罪 还有 该隐的子孙们也有 延续着继续犯罪的 罪没有失去 没有灭绝 它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所以一些坏事恶行 都是由罪而出的 请弟兄姐妹们再回到创世纪四章 我们来看看 该隐杀了他的弟兄之后 他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点他所得到的 就是因为所行得而得到刑罚 就是因为所行得而得到刑罚 就是他的刑罚是什么呢 让他在地上活得很困苦 这是给他的一个刑罚 是让他在地上的一个刑罚 他要生活过得很辛苦 他要流汗才能够养活他的生命 这就是他的结果 第一点 请弟兄姐妹们继续看雅各书 雅各书二章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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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翻到这个经节一起来读 雅各书二章十三节 因为那不怜悟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怜悯人是向审判夸胜 Kaiying他杀弟弟的时候是丝毫没有怜悯的 因此他得到的一个刑罚也是没有怜悯的刑罚 神没有宽戴他 他所行的那些事情之后 他就要受刑罚 这一点想让弟兄姐妹们怎么样呢 就是说弟兄姐妹们所有的行为 我们不要学该隐 因为该隐让罪 他随着罪进到他的心里面去 所以就指使他去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带着怒气去做事情 因为当我们做一些事之后 如果说是带着怒气去做的 我们所做出来的结果 神是不会看得重的 我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 所以我们不要带着怒气去做事情 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要有来自神的一种安静的心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呢 总而来讲就是说 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不要带着怒气来做 可能那些事情感觉很小 也不要带着怒气去做 也不要带着怒气去做 不管怎么样子 都应该要 不做那些神眼中看为不好的事情 我们再看 以夫所书四章二十六节 以夫所书四章二十六节 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以夫所书四章二十六节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寒怒到日落 这里的这个道理 圣经让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要让这个怒气 一直流存到日落 所以我们的怒气 所以我们的怒气 在日落之前呢 要让它闪掉 我们在生气的时候 不要将这个怒气 一直流到日落 一直流到隔一天 我们要努力的 让我们这个怒气没有掉 因为圣经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好的事情 我们要用心 用我们的怒气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我们生气的时候 做的事情总是都会错 越错越多 所以我们的怒气 所以我们的怒气 不要一直流到日落 所以我们的怒气 不要一直流到日落 第二点 因为我们的怒气 因为我们的怒气 我们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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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咒诅 因为流了弟弟的血 因为他杀了弟弟之后 地就受到咒诅 因为他弟弟的血的缘故 这个地受到咒诅 我们再回到创世记四章来看 我们会来看十一节 十一节 地受的咒诅 十一节 地受到咒诅 地受到咒诅 因为他的手杀了他的兄弟 所以他的生活 他从地里面所收到的 他要很辛苦 他要工作 来养活他的生命 让他能够活下来 这个咒诅 不是只有临到他 一个人而已 这个咒诅 是延续到他的后代 一直接着下来的 因为他杀了弟弟 所以地就这样子受到咒诅 看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 看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 我们翻到了一起来读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偏带人 主并不偏带人 这里有圣经这样子说 那行不义的 也就是说 那行不义的 也就是说 那行不义的 总结的说 如果你做错了 不管是怎么样 神总是会让你得到报应 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 所以如果神不行公义 神就不算是公义的 所以在主里面 在我们的神里面有公义 不义是在魔鬼里面 这样子今天晚上我们学习到了什么样的教导呢 我们行恶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呢 除了我们之外 接续着连我们的子孙们 这个罪呢 这个恶他不会离开我们 他会一直随着我们的下一代 一直延续下来 这个罪呢 会一直到永远 如果说我们悔改了 我们会来寻找那正直的 我们悔改了我们拒绝罪 我们不愿意犯罪 我们来寻找神 如果说我们愿意 悔改 神就会接纳我们 第三点 跟着远回忆 我们下来寻找人 就是再来寻找人 他不愿意犯帅 很久 不能远回忆 那么我们也要留在你 我愿意犯帅 你 去远回忆 到园里去工作 我们 做任何养生的工作 我们很辛苦地去工作 但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呢 跟我们所付出的不成比例 就是因为该隐所犯的罪 所留下来的一个后果 我们看创世纪四章十二节 创世纪四章十二节 我来读给弟兄姐妹们听 十二节 这里就是说你种地 就是该隐你即便去种地了 你所付出的地回报你的 并不会达到你要的那个 付出的同样的效果 之前他去工作 弟给他的回报 跟他所付出的是成比例的 当他犯错了之后 弟就不成比例的来回报他了 就跟我们今天一样 弟兄姐妹们 我们柬埔寨也有田 也有原子 如果说没有下雨的话 神不将雨赐给我们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耕田 去照顾原子 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就不多 就非常的少 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说 根本收不到什么东西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罪了 是由该隐所带来的罪 如果说当时没有罪进来 我们每一天肉体上 就不会受到这样子的罪 这么辛苦 但是因为这个罪 他所带来的影响 直接影响到我们 所以对我们这些认识神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要让这个罪延续到我们身上来 我们要来寻找神 我们要敬畏神 我们要听神的话 我们要知道 由神来的这些困难 跟由罪所产生的困难 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点第四点 该隐被逐出去 人家看到他就会要杀他 但是神给他做了个记号 免得人杀他 我们看十四节 十四节 十四节 让他不会被人杀掉 所以该隐他是知道的 只要他离开了他的家乡 人看到他肯定会杀他的 但是神给他做了个记号 让他不会被人杀掉 因为如果说有人杀他 十五节 凡杀他的 必遭到七倍 也就是说呢 如果有人杀他 那个杀他的人 就会遭到七倍的报应 就这样子 神给该隐弄了一个记号 在这里是让弟兄姐妹们 怎么样做呢 我们看到说犯罪了之后 就会离神很远 离开神之后 肯定就会犯很多的错误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不要离神太远 我们要跟神紧紧地跟着 我们犯错 不要犯太大的错误 这样不然的话 神就会让我们遇到 我们所犯的那个错误 就像该隐一样 他离神太远了 罪把他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他离神很远 他去犯罪 我们不要像该隐一样 我们要离神很近 我们如果要亲近神 我们就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做 如果我们犯很大的错误 我们想要亲近神 这也是行不通的 因为我们明白神愿意我们怎么做 不愿意我们怎么做 所以我们不应该做 所以我们不应该做什么 如果说我们按照神所说的来做 我们就可以亲近神 我们可以跟神很近 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 我们就会离神很远 我们会让罪进到我们里面来 牵着我们走 带着我们去做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 可以亲近神 在行为中 在生活中 总是要紧紧的跟着神 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过日子 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过日子 我们听神道理的吩咐 第五点 十二节 十二节 他必在地上流荡 而飘荡 因为他对他弟弟所做的事情 因为他对他弟弟所做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错的事情 所以十二节的下半段说 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也就是流离飘荡 意思就是说呢 他没有固定的居所 他的生命没有目标 流离飘荡 流离飘荡 的意思就是没有可以依靠的 因为他做的事情 因为他做的不好 所以他必流离飘荡 所以我们看到盖影的故事 让我们知道 情恶 情恶 会让人瞎了眼 但是呢 神还是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要敬畏荡 所以我们要敬畏神 我们所作所为要公义 我们所行得 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有嫉妒 我们有怒气 那些事情都会带我们去得罪神 会给自己引来罪 跟刑罚就像该隐一样 他所做的他逃不掉 神按着他所行的给他刑罚 所以我们要离开所有的恶行 我们要来找神 我们要按神的旨意来做事情 今天的道理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